這個其他沒有幫助的事情的話 那麼成立事實上是沒有用處 這一次這個衛福部是覺得說不需要 然後嚴重性也不夠 所以呢低估了疫情 然後造成了八十多個人的死亡 所以這次這樣的問題喔 衛福部認不認為說是衛福部的一個舒適呢 我想這個我們都持續在檢討當中了 那我們對這個這一個事情 我們也會深刻來檢討 看就是讓如果有不做的不夠的地方 我們一定會改善 好 部長 當然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行政院長也一直 這幾天一直在說啦 還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那我想跟部長說明的是 從去年的登革熱到今年的流感 我們看到的衛福部的反應 真的不是只有慢半拍 這幾天大家要講慢半拍這件事情 但是我個人是認為說 我們這個衛福部連最基本的內部的溝通 都沒有做到 疾管署 健保署跟E44都在我們的衛福部底下 好 但是這個三個單位都各為其政啊 我覺得這是這一次疫情 沒有辦法得到控制一個主要原因 疾管署一直都有針對這個流感的資料做的監測 從去年底就知道會開始大流行 到1月這個數字 流感的數字 它一直直線的上升 那健保署在過年前早就都已經掌握了 就是急診這邊已經開始湧入了大量的流感的病患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病人數跟篩測的狀況 其實健保署這邊也都可以掌握 但是E44到2月底還出了一個笑話嘛 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病床數也算錯 那葉克末調度也失靈 一直到3月3號才緊急的公佈這個應變的醫院 那我想要跟部長說的是 這種這樣子的一個應變的一個方式 在所有的人民的心中看起來 真的不是只有慢攀牌 我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慢了多少拍 那現在呢 我們說現在是看守內閣 但是不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東眠的內閣 像這種流感 然後腸病毒 還有就是登革熱這種在台灣 每年幾乎都要爆發的一個疫情 我們的中央的防疫工作應該要更加謹慎 那也要及早去介入 溝通這個也要加強 在這邊我想要請問部長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你們內部溝通的問題 我想要請問部長 就你針對這一次的檢討 你們到底內部出現了什麼樣的溝通的障礙 其實我們溝通上是沒有障礙了 我們每個禮拜都定期的要開一個所謂的部務會議 所以各單位主管都在 不過委員其實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也就是這些資訊的這個串接 那其實在去年 幾半年前我就要求我們成立一個暫情的這個一個資訊的一個中心 也就能夠把健保署 疾管署 醫事師 甚至食藥署所有的相關資訊能夠整合在一個資訊系統上面 而這資訊系統上面可以提出一些警示 這樣子會幫助我們對這些所有的 所有的 不只是這個防疫方面 還有其他任何東西呢 只要涉及到醫療我們都能夠掌握 那這個都在積極規劃當中 所以 我是認為目前我看起來整個檢討 我們這個資訊體系的這個整合跟借接做得不夠 那這個需要 其需要補強 好 那很感謝部長這樣的回應